你觉得男朋友跟男闺蜜之间的区别到底是什么呢让我们去看一下有哪些神回复吧 ok let's go 走 朋友跟男闺蜜有什么区别 有是可以随便抱随便那个什么随便你认你那个打就不会有太多的顾及就是说有个就是可以随便的有个不可以随便 一个可以亲亲一个可以抱抱然后另一个可以那个你懂的那个你懂的 老公可以生活天天生活在一起啊男闺蜜就是偶尔在一起吃个饭而已啊 两个都没有没有男朋友没有男闺蜜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 就是不能睡觉呗假如我是个女的话我跟男闺蜜说的会跟会比会比跟男朋友说的要多吧 毕竟也不想让男朋友知道自己那么多缺点 一定有界限吧也就有些事情男朋友可以做男闺蜜不能做哈哈哈 一个可以亲密一个永远是朋友 一个能睡一个不能睡 男朋友好像不如男闺蜜到无话可说的那种地步吧 有区别吗有区别吗一个可以上一个不可以上对啊 一个可以上一个不可以上那有区别吗区别就是一个可以上一个不可以上吗 有啊可以睡啊哈哈哈哈哈哈可以睡啊 男朋友是亲亲抱抱抱用的男闺蜜不能亲亲抱抱抱 一个能用一个不能用 男朋友就是拿来买买买的吧男闺蜜就是拿来说说说的吧 你从男朋友那里得到的不够多或者说男朋友做的不够好 有时候男闺蜜不是找来的是本来就有的 男闺蜜比男朋友还要重要吧 寂寞吧 补胎不敢不敢示 masks 有些东西不能闭 Heidi 不能跟男朋友说 会吵架 没有为什么呀闺蜜的话 玩的时间很长了 一般都比男朋友认识的时间还要长 那想找个青素吗 喜欢我们的寶宝可以评论转发点关注 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吧 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我想问一下你 好吧 一分钟时间 我不害你了 我要问姐姐 请问明女能接下采访吗 只需要花你们一分钟的时间 可以吗 很简单的问题 不要走 哈哈哈 你们真是害羞 那请问明女能接受一下采访吗 我们是个街拍 都问一两个问题 可以吗 一分钟就好啊 好吗 一分钟就好啊好吗 干嘛 街拍吧 街拍可以街拍 好